工作人員正在碼頭幫遊艇用纜繩加固 確保船隻在颱風天受到風浪影響 可以降到最低 颱風山陀而盤旋而來 台南的私人遊艇碼頭也做好防台準備 讓這些豪華遊艇有個安全的避風港 不只民眾很擔心可能會海水倒灌的狀況 還包括了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 這些遊艇的船東門 事實上如果你這樣一眼望過去 大概有將近有60艘的船艇 加起來它總價值至少50億以上 在遊艇的部分可能因為風浪大涌浪大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阮神跟碰墊 去做加霜加固 這些千萬級別的遊艇停靠在碼頭裡 最貴的就是這艘法體碼價值1.2億元 2008年出場設備相當豪華 由於擔心颱風導致的巨浪 還有港口的潮汐差 會讓船體受到破壞 因此遊艇碼頭特別使用浮動式碼頭 讓船可以跟著海流漂浮起來 你在退潮過程當中 你的繩子會繃緊 然後甚至說造成說你的船會斜一邊 那如果漲潮的時候如果懶繩鬆了 它就會那個活動空間就很大 可能會跟你的岸壁做碰撞 那碰撞過程當中可能會破損進水 颱風來臨前碼頭就會依照氣象署數據 如果風速達到30間以上就會啟動防台 來準備兩個小時就會派人巡視碼頭一次 確認船隻有沒有授屬情況 還有監視器可以隨時查看 船體的部分則會增加纜 碰壁加固 有一些船體它可能是幾年了 它的旁邊的礁條可能會氧化 那可能會造成一個漏水的狀況 那我們一定會在那些氧化的一些礁條上面 去做一個保護膜的加強 過去颱風來襲造成的強風暴雨 都是豪華遊艇的天敵 這次三坨颱風來勢洶洶 船人們也希望自己的寶貝遊艇 可以平安無事 東三新聞盧珠杰洪澤瑞 在台南採訪報導